真是很令人感到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新的照片 顯示了俄羅斯一個臨時機庫的搭建 真是沒有辦法能夠想像得到 這種竟然是俄羅斯最新發明 給他們的戰機 做一個臨時的機堡 真是很難想像的 如果去做這種機堡 去保衛他們這麼珍貴的戰機 空天軍的戰機當然是相當珍貴的 我們一般見到都是用這些混凝土 即是我們所謂的石屎 這種是一種能夠抵禦到一些大型炸彈 甚至鑽地彈 即是那種防禦的情況 所以很明顯看到這些機堡 很多地方都有的 即是去建設 為了去抵禦對方對空軍基地的侵襲 如果對方真的這樣打過來 你也叫做有些硬正的東西 幫這些戰機頂一頂 頂到第一浪的攻勢 頂到幾浪是未必可以的 頂到一浪 可能給他們有足夠的緩衝時間 可以令他們填好彈 填好油 立即緊急起飛的情況 但Anyway 你看到在戰場的前線 沒有那麼奢侈的資源 讓你去做這些機堡 所以沒辦法之下 現在似乎要唯有玩一些新的東西 就要去做這種 用鐵架 大家看到 然後拉著鐵線 做了一個臨時的機堡 這些在TG上面 都分享得很厲害 當然這個方案行不行 是一個測試 這些是臨時機庫 應該是擺放一些我們所說的戰機 還是他們這張照片 其實是一個很臨時的做法 Anyway 我們看看 本身這個機庫 是在飛機附近有兩排 兩排的金屬柱 在這裡凍住 然後用一些側柱 將它們加固 即是大家看到 在45度角度 將它加固 然後90度 插進碩士地 然後有些加固金屬 其他加固金屬 然後在頂上 拉著這些網 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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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有些外物跌下來 至少能承托到某一個磅數 而不斷裂 當然要令它斷裂 那個磅數是多少 我們沒有人知道 即是到達到幾十磅 100磅以上 還是怎樣呢 這就很難估計 不過這個想法 我估計 它擋到導彈機會很小 擋到什麼呢 可能擋到無人機 即是我們說的 神風的無人機 自殺式的無人機 以及油蕩彈藥 所以我估計 這些網都是想 例如網到這些東西 你說用這些金屬柱 再加一些龍 原先用來攔一些坦克 我想這個應該 大家之前在戰爭早期上看到 即是在坦克上面 就是一個cage 攔住了 變成如果被對方的 例如標槍等等 這些反坦克武器打中 都希望能夠不打爆頂 這就是比較一廂情願的想法 但你說俄羅斯的坦克 T-72等等 在早期階段 大量製造這種玩法 很多在坦克上面做過cage 有點像這種感覺 防止標槍飛彈的打擊 當然很困難 但後期 摩克蘭軍隊也會做 因為俄羅斯是無標槍 從上而下 或是N-law這種 從炮塔頂部攻勢的反坦武器 反而他們擔心對方 用無人機去釘榴彈 或者用無人機去直接攻擊 即是坦克的內部 所以俄羅斯跟烏克蘭做過龍 俄羅斯跟烏克蘭做過龍 他們的保護意義相當大不同 所以你發現很少人是烏克蘭 因為事實上大家對抗的武器 都有差別 無論如何 現在看到 這種鐵絲網的攔截 令我們想起最近 俄羅斯大型機率 很早時的A50 很早時的A50被攻擊 A50是貴的 整個俄羅斯大型機率 只有四部 一部損傷的損失率 達到25% 其實很可傷 以及大家看到 最近他們要鋪車輪 鋪車輪這件事 老實說,你們真的說不出 究竟那件事是多可行的 如果無人機的攻擊力很薄弱 輪胎你打下來的時候 都可以被你卸走力 當然OK 但究竟事實是否這樣 真的要測試 我才知道 之前亦有試過 大家看到蘇莎4 即是它的戰機上面 鋪滿了這種車輪 嘗試去抵抗 這也是挺好笑的 但好笑歸好笑 俄羅斯的心想 最重要是可行 如果這件事是可行的 又會令俄羅斯製造更多的車輪 去覆蓋這些機上面 我都暫時未知 你說是否俄羅斯空軍的臨時決定 還是純粹是當地指揮官 想到就去試試 但這件事是會傳染的 如果你真是德國 應該就會做 另外我們提到這次的拉鐵絲網 這個方案 看上去應該是急就張 原因很簡單 如果一早就想 你一定是做正常的事 你一定是做起這些機簿 你怎會去拉線去做這些搞笑的事 這一定是臨時的方案 應該很突然地在機場上去做安裝 避免他們被無人機的進擊 就像我們之前所說 去安排那些志願人員 大約八百位 然後分五十格 然後每個地區有一定的 這些保安的巡邏隊 一直在天空盯著 是否真的會有這些無人機去攻擊 這個方案 我想跟建造鐵絲網的道理一樣 都是很臨時的 那你說有沒有機會 在上面要加快布 或者加快 像類似那些窗簾 防火、防水 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覺得分別不大 這些細微差別 沒有什麼重要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很特別 加多一塊布 就不是很特別 現在的問題就是 現在做這些事情 有沒有人贊助的? 你說是否俄羅斯軍方贊助 做這些搞笑的事情? 還是可能是民間有人發起 去做這些事情? 誰給錢的呢?等等 這些真是不知道 這些真是不知道 有沒有試過 就是 起完這些架之後 其實是會令到 戰機的調配 會出現問題 因為你臨時的事情 其實對整個飛行流程 可能會有問題 甚至乎 會不會有機會 在跑道的設計上 產生安全的風險 即是說 如果有時戰機 在跑道上滑行時出錯 偏離了跑道 會不會撞擊上去 這些臨時建造的機棚呢? 都很難說 所以會不會產生另一種壓力呢? 暫時就不太清楚了 好 Anyway,我相信 我們說回那個網 如果是實際的操作 我想大家都好奇 理論上應該跟我們說的機身 機身的情況 會有一定的距離 然後無人機 或者可能炸彈 降落到鐵絲網上 通過這個Grid 網格 首先以一個 物理的情況 去攔截那些無人機 甚至乎 將它在十字 格仔 格格的情況之下 纏繞著 然後纏繞其中 令它無法 落到下面的機身 保護到機身 面受無人機直接的攻擊 當然你說 如果無人機 會爆破成碎片那種 就沒有辦法了 就攔截不到 所以這個首先 第一種 是一個物理的障礙 嘗試以外圍的形式 去攔截到 撞擊碎片 對戰機的影響 甚至刺身的災害等等 因為無人機 也會有戰鬥部 除了碎片 也會有 chemical 即是我們所說的爆炸 這些情況 會出現 網質的材料 當然設計 要有相當的 sturdy 要相當的硬 就承受到無人機的衝擊 以及重量 我們經常說 動能 Masking Velocity 質量和速度 加上它的衝擊力 都不能夠穿破 即是它有一個基數 在這裡計算到數 那麼它的基數 是透過用類似 瓦蘭的什麼的無人機 去做這個規格呢? 我估計它只能夠 跟隨那個 Copter 即是那種四角 即是那種四角的船翼機 那種 我想多都沒有了 即是多都沒有 因為你真是更強大的無人機 這些網絡 這些網絡 我想很難攔截到 基本上都想通知困難 所以如果是捕獲到 當然就是物理上 即是攔截和糾纏 可以攔截到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阻截到 動能上的威脅 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都要看回財質 即是能夠抵消到 多大的衝擊力 能不能夠完全抵消威脅 我們會看 另外一些 可能網絡 是會繼續破壞其他 例如傳感器 即是無人機上面都有感應器 另外就是我們說的IO頭 即是它們本身的 光電頭 即是我們說的 那個攝錄頭 會不會產生障礙 令到無人機的操作員 失去太小感知 無法再繼續瞄準 攻擊的情況 這是其中一個情況 導致傳感器的破壞 令到無人機最終的操控失敗 這可能也是網絡想做到的一件事 而現在也有些視覺證據 我們看到 這個機庫已經臨時啟動了 即是在戰爭上 我們看到這些情況 我們去觀察一下 如果我們可以估計得到 烏克蘭也試過在附近 即是在樹附近攔截了柳葉刀的無人機 結果 柳葉刀無人機 沒有辦法 打中烏克蘭附近的M777 這些火炮 被樹幹 鍵住了 會不會有點像現在這個概念 俄羅斯人受到烏克蘭的啟發 於是創造了這一種的機庫 臨時機庫 真是沒有人知道的 不過我們會繼續觀察 這一種的臨時機庫 究竟是便宜、正式 還是純粹像之前 坦克上面放一個固域 其實最後都是徒勞無功 我們要看更多的報告 去證實打法 好嗎? 好 今天大致上的消息就是這裏 好嗎? 好 我們便